哇天哪真的是惊了真的是不可思议 没想到全境二在凉掉的第二个月呢 预避终于花心思在优化上面了 这款游戏的优化呢比过去一年以来都要好 真的我做了很多年的预避游戏的视频 那么呢全境二从开服以来做到现在也做了一年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境二的优化真的是差得要死 没有办法稳定4K分辨率30帧 而且呢还会掉到20多帧10多帧 而且这款游戏的bug真的是多 预避特色企业文化对不对 有的bug呢修了一年没有修好 有的bug不仅修不好 而且还让它变得更强了 up主也有做过一期视频 总结了这一年以来出过的所有bug 后来呢开发主自己玩死了自己啊 把玉璃的口碑搞得很差 把这款游戏的口碑搞得很差 那么呢也劝退了大批的玩家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到每天都有很多人 在那里骂玉璃骂这个开发主 这款游戏呢是从三月底开始量的 开始口碑崩塌的 现在已经五月份了 那么呢我们想到在量掉之后呢 这款游戏的优化比以前更好了 比以前一年以来过去的还要更好 这款游戏终于可以4K60帧稳定运行了 而且呢Uplay的好友列表的占用率终于下来了 而且这款游戏的CPU占用率终于不会百分之百了 我的处理器呢是Curo i7 9000KF 1.2V的电压 8核心全核4.6GHz 防掉压等级呢是level7 那么呢内存控制器是4.3GHz 内存呢是1.35V的电压 上2.0兆和的频率 16G乘2的配置 显卡则是默认频率的GTX41080 还没有超频 那么呢为什么这次优化能变好呢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它这次真的在优化上面下功夫了 那么呢第二个原因呢 可能是在线人数急剧减少 没有玩家来玩了 所以说这个服务器就变得很流畅 接下来这个是实际的效能检测 由于呢我后台开着Xbleed来录制4K视频嘛 也是用了NVNC的编码 所以说稍微还是会影响一点效能检测的 那么呢成绩也会稍微的降低一些 跟个性能检测的效能检测rendo 解冠的效能检测的效能检测 检测的效能检测 时间 ild上 一个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